4月20日的啤梨晚寶 今天我們的backdrop是甚麼來的? 溫義線 是嗎? 是 即是怎樣? 英國以前七個國家時有志祺 為甚麼今天要有一支這樣的旗呢? 為甚麼今天要有一支這樣的旗呢? 文煙計 是呀 即是發甚麼事? 即是都是菲利普親王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有一個悼念 又向著這個… 是嗎? 向著那個… 向著那個寶女 是否這個溫沙寶還是怎樣 真的不知道 OK 好了,昨晚我就去吃麵 收工後就去吃麵 有牛魚、台獎、梁錦祥 OK 更加有食神的就是 另外旁邊的桌子 又遇到兩個醫醫 是? 我要跟他們說一聲多謝 這個很英文的 就說聽我們節目很多年了 即是跟我說 那… 就… 今天堅決 就和我連結我張單 因為我又連結台獎張單 他又變成請我請台獎 但我相信都有聽台獎節目的 那…多謝他 那…他就說他很久不樂心水不刺 當然,因為旁邊的桌子 大家也有很多熱言的談話 雖然我已經盡量細聲 和台獎 因為我們說的那些話 都是可能…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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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節省一百幾十也挺好的 是的 即是… 即是… 那… 我跟台獎呢 我不知道阿正 是怎樣 都同樣… 有一個同樣的心機 不是同樣的… 想法 就是真的不想說這些新聞 即是… 有甚麼好說的 我真是覺得無可… 無可…無可… 無可以說 不需要說 有甚麼好說的 我真心的 所以現在做節目是做得非常痛苦 那… 通常我呢 我人很怪 一做一不開心的事我就不做了 大家應該能夠理解我的去向 那麼… 本來呢 我就每一天… 其實我想了很久的 就是想… 轉換其他東西 即是… 譬如說說電影 說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電影 怎樣輝煌 那些遊戲機中心 哇…很多東西要說的 那你說 那是不是很貴呢 其實就不關事 為甚麼我不轉呢 因為做那些… 要說那些東西 我是要做非常長時間的資料搜集 但是…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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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新聞呢 就打開那份報紙 就叫你們兩個求人其 順手黏來 叫你們全部都是 射手都拿來 叫你… 叫你… 哪有好的新聞呢 對吧 那變成… 因為我懶 所以我就唯有繼續說這些 真是很難痛苦 很難痛苦 即是… 這個世界呢 尤其我呢 真的隨著年紀大 經常嘗試企圖在不同的人的角度 包括建制派呀 藍絲呀 站在他們的角度想一下 於是希望… 去… 去… 接受吧 是吧 或者理解吧 但我真的做不到 昨天我這個網友 就是一個極度心黃的網友 可能阿正你也認識他的 見到他 在大陸下來的 他很厲害 他有宗教信仰 他令我佩服到五體投地 我真的在這裡修圍 我真的不夠 可能有宗教信仰的人 真的… 真的不同 我相信他在聽我節目的 他就說到… 現在… 當我跟他談判 我現在的心事 都不是談判 即是說一下 他將各樣負面的事情都可以變成正面 他是一個在大陸下來的 家裡的人全是共產黨 但他自己是信主的 是一個基督徒 虔誠的基督徒 他說… 神啊 他每晚都可以流眼淚 流眼淚 即是用他的口說 首先他… 為甚麼會上來那裡 因為他定期上來那裡買鐵丸 因為… 他不夠鐵 所以他一吃一條菜都會混 是這樣的 自從… 鐵丸之後 可以吃到菜 甚麼吃甚麼都沒有問題 所以… 各位女性 其實很多… 很大部分女性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少說這一個 就是… 天然鐵 如果你說你貧血 缺鐵 其實這東西真的非常好 他就說 阿神啊 慢慢祈禱慢慢哭 為甚麼要我們香港現在這樣 為甚麼要我們香港年輕人 要受這些苦 你能不能夠給我答案 如果你不給我答案 我不相信你 這樣… 這樣… 那麼他奇了很多晚 最後一晚 就是最後一晚 神啊我回大陸了 我回去找幾千萬 即是開開心心 我不相信你 為甚麼要我們受苦 然後他就聽到聲音 跟我說 是 他就說 第一 他就說 其實當然不只這兩位 但是我們有名有姓 一個就叫周子樂 一個叫陳彥霖 他就說 聽到神的聲音 他說 喂 他的問題就是 為甚麼我們這些年輕人 要受苦 要死 那個聲音從哪裡來的 他聽到神的聲音 就是突然在房間裡聽到 聽到的聲音 就不一定聽到的 OK 你感應到而已 跟神溝通 就說 是好事來的 你覺得 他現在在我身邊好 還是 你們那裏受這個苦好 在香港 他說 我每次跟他說 他做每一個人 都是 我終於做到他 是18歲就18歲 15歲就15歲 21歲就21歲 有甚麼問題 沒有問題 他說 為甚麼現在我們香港 要這樣 那麼濟化這些事情 他說 為甚麼 他說 但他父母會很傷心 實在跟他說 我盡量記 他說 我33歲的獨生子 老婆都沒有娶 甚麼都沒有做 他為你們犧牲了 他們這兩個人 你犧牲不會白犧牲的 我自然會有我的安排 大約是這樣 於是他又可以很釋懷 我沒有繼續留眼淚 可以坦然面對現在的情況 我們先不要笑他 其實真的要找個位置 坦然面對現在的情況 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林鄭月娥做到 所以 他確實是我們的特首 真是值得去做 你問我 你問阿正 我想走上每一個街的人 無論你受不受到所謂的 疫情 黑暴 政改 等等的事情 不是政改 就是那個立法會 或者是國安法的影響 就是直接影響 你問一下 看看有哪個人是笑得開懷的 就算現在我們真是很開 想著開開心心去行山去行 都肯定有些事情壓著自己 開開心心去打場球 開開心心去看場球 都有一些事情壓著自己 這件事真是很痛苦 這件事 跟陳維安 跟陳維安 誰是陳維安 喂陳維安 納衞 你們這些混蛋 今時今日你還在搞這些 搞三搞四搞門戶之別的 下面那個 喂陳維安 跟陳維安 跟陳維安 這些是納衞 我屌你老母 臭化是陳維安 上來跟我說話 一上來跟我說 這個陳維安 是否我們平時的 立刻上來 我屌你老母 臭化是這些人 混蛋 當日你不在黨的時候 曹家超上來我們節目 現在曹家超說 長毛被抓了 他的節目沒有人 找一些頂一集來做嘉賓 不能上去 就押了摩洛哥 現在香港被人搞到死了 現在 還在自己鬥自己 蒸上門戶之爭 你是不是低夠能 我不是很明白 他吵架我 吵你老母 臭這些 不是我不是很明白 是什麽 他說長毛被人抓了 長毛被人抓了 然後曹家超說 看正你過去幫一集 是啊 我沒問題 你那人一次 然後又說第二次 那你為什麽要上去神 我吵你老母 臭化是 上來 我等你八點之前不上來 直接說可以 吵你老母臭化 我最討厭的人 搞三搞四 搞這些 其實他們 我先說我的觀眾朋友 不會搞這些事情 就是你搞 他為什麽還要去看 他這樣討厭我們 就是 為什麽還要去看 為什麽還要去看 所以很奇怪 老實說 花生台 上去 總之你堅持你言論和你不合 就吵他有貨花 就行了 花生台 你請得人來 不用還人情 花生台很簡單 雖然你是和每個人都朋友 其實因為我和每個人都不朋友 因為我根本上我不理人 其實我花生台由他 到現在 大家對不起 我是一集節目 所有任何節目 花生台 誰做的都好 我是未聽過 一個主持人 原來是長毛 在花生台 我也不認識 OK 但是他們有沒有搞過我呢 是有的 那我怎知道 都是有些人不說 但是我又不會去理的 嗯 我理得這麽多 但是我對於這些聽眾 去到今時今日 都不要說什麽了 老實說 譬如 對於花生台有些主持的言論 我到現在都不以為然 嗯 阿土也經常被我吵了 是 但是我都不認為他們 很簡單 他們這麽多主持人 或是他們的朋友 一樣是現在坐牢的 嗯 我們去到這些時候 所以我都說 不要這樣興 這個民族算了 不過你們還年輕 你們還有抱著一種 包括陳迷安 覺得香港有得救 我跟你說 香港是沒得救 為什麽呢 這個民族是沒得救的 所有事情都桃源 你看陳迷安這些人 你做所有事情桃源 所以我們華人呢 到後期呢 你說這個是消極的想法 也是的 我們是 對隱示 即隱性埋名的人 是很包容的 那個文化有點不同的 其實在外國有些人 譬如我們看蝙蝠俠 很簡單而已 能力越大 就責任越大 OK 我們是推許別人出來 當然你可以選擇 但是能力大應該是責任大 你能力大 你選擇退任 中國人民 你看我們的文化很諒解 為什麽呢 就因為好像陳迷安那樣 那樣子 我現在吵架你老母臭氣 老實說 阿正在拍台拍椅子 叫你上來蝙蝠俠 你一定不敢 因為我已經告訴你 我連你的樣子 是怎樣的樣子 我都想到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 這個人 你不要生氣 我只是在聽這個節目 但是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是天才 我們早幾天 我們Facebook 我們那個專頁 有一個人問他們 請問你有沒有紅酒 翹頭和美髮素 是 然後 其實我不看 我其實也不看Facebook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 我看到他這樣問這些東西 我進去回答他 然後等著我看我的電話 咦 WhatsApp也有 阿啤梨哥我是什麼什麼 請問有沒有紅酒和美髮素 然後我說有 請問你什麼時候開 請問多少錢 然後我們不要再問了 你什麼時候上來 我已經很好客氣了 他那天 星期日 一人都上來 麻煩你 我要一包紅酒叫頭 我給他 我要多準備一塊錢 我馬上看看他 我問你是不是WhatsApp 我和Facebook 他說 是啊 啊 你是 國奧器 什麼事 我真的猜不到 我真的厲害得這麼厲害 我沒見過你 我就知道你是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即是那些說話的神器 樣子是怎麼樣 我也猜到 陳偉安是什麼樣子 就是吟家產的樣子 我告訴你 你的人們每個都在吵我 他剛才說 你回到台北都在吵我 Come on 我真的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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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要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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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帶他到現在 在街上 要你這麼多年 找一個人 他開一輛車 也不要緊 要我走 都行 都沒有 其實我不會打他 民心過去 最多我會打他 我打他 我就犯法 是不是 都沒有 但在網上 最多這些是這樣的 最後我兩個可憐 不過 你有你繼續吵 不要緊 我認為我開回去 多些人吵 我們的收入更加多 你們兩個都是這些混蛋 老實說 我說不好聽 有些網友說 誰是誰 跟我說誰是誰 其實到現在 我不知道 經常來說 是非是污了 網台 就是一般人 但當然是這些混蛋 不是主持人 去到這個位置 你已經沒有話要說了 是 都還要在這裡搞這些混蛋 當然 這些混蛋 又不介意 昨天我跟台長聊天 我又不想把這些事情這樣說 但這些事情應該大家明白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是人甲人緣 可能會討厭我們 或者因為我們和英文朋友 有很多原因 我一直都覺得 在2012年 無論端端入了這個感覺 我已經有這樣的感覺 你問我 我問心 我講真話 在我們這一邊陣營 真的比較激進一點 絕對不是激進 其實是比較激進一點的 支持者 其實很多都是跳的 黃絲 也有 在我心目中 他們都是跳的 否則怎麼會是黃絲 甚至乎是開 跟人相處有困難 在社會上 是比較 簡單地說 受壓迫的一族 但是 你如果認識他們的人 你就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受壓迫 而一般黃絲 我先不要說藍絲 一般黃絲 經濟能力好 社會條件好 這件事其實很簡單 直接 因為受壓迫 社會最低層的 受壓迫最大的 他當然會激進一點 雖然我也想去求民主自由 但是我有樓的 或者我是affordable 供一間 兩萬元的房子 三萬元的房子 他當然沒有那麼激進 希望穩定一點 都可以解釋 所以如果 在這個感覺裡面賺錢 老實說 一定要選一個大餅 一定是選泛民 大家看看D100 劉細良 老蕭他們 他們在各方面的收入和支持是多的 我們如果向那邊看 其實一早 你以為我和阿正有沒有談過這些問題 當然有 我們一早就應該是 從第一天開始 那些說話我不懂得說 我們也算是異數 真的 真的是異數 因為我們又不是主流 又不是窄流 但是 我跟你說 那個餅是會小的 我們這個餅是大的 其實我們的餅是算是甚麼 經過2019年的驗證所有之後 現在大家會發覺 譬如你說的勇武抗爭 是不是那麼有力量 似乎不是 那麼多人要欺騷 或者付出的就是不成正比例 但是 其實泛民和我們的最大分別 我們當時說他們是甚麼 現在你要回想 其實我們沒有人去做這些書 又沒有怎樣出 不是一尾罵 其實我們說他們最多的 其實是他們那種 不顧尊嚴的妥協 現在回想起來就沒有意思了 但是你想想 去年那個 那個選舉 那個林檬時立法會 還有人會這樣的時候 然後 而那個結果 今天結果 我們不是才知道 其實大致的孤獨 一定是 就是 此欲無比 嗯 那時候我們替你為甚麼要這麼想蠢 是不是 那好吧 然後 那些人 好像陳慧安那些人 社會上被忘記 你倆沒有欺騷 即是說壞些 不要說我話 但是我又不想開名 尿你了好嗎 好